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斯 OK 下一集呢 我們得知了一點點關於安雅這個人的故事 然後還有房子的興建 OK 好 那我們要進行下一個跳躍了 你慢死了 好兇喔 這是無門的房子 看我們在那邊發現什麼 我打賭他們看到這個峽壁以後 認定了這沒有危險到不能住人 走路好慢 啊 尤漢尼 尼克打電話說我應該來一趟 我給你帶了胭脂感啊 你的最愛 對吧 讓我放地上了 張死了 意外的是 我聽說了 他會好起來的 對吧 他的病 效果是晚期被診斷出的 幸運的是還能治好 端醫藥費 我們付不起建造這座房子的錢了 伊莎北爾 我們的錢 只夠勉強致付醫藥費 雖然他的病能治好 讓我稍稍放了心 但是 你不知道 這地方對他而言意味著什麼 他會傷透了心 我會來幫忙的 那泰德和我自從股市崩潰以後 一直在沒場過火而已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我 我給他告訴他 我們能有餘款 我給他告訴他 我們的錢足夠應付所有的事情 我不想看到他做出任何衝動的行為 你不該撒謊 你不悶吧 伊莎北爾 如果他發現了真相 我不知道他會如何選擇 那又怎麼樣 如果他選擇這座房子 而犧牲自己 那就獨他所願吧 那才是他真正所期望的 你老是神經指令 認為自己知道 什麼對別人最好 我真的不喜歡你這樣 我討厭你這麼說喔 伊莎 你覺得 那就是他想要的一切嗎 那我呢 伊莎北爾 過了這麼多年 難道我就不能自私一回嗎 我不想孤苦一人 伊莎北爾 我不會讓他死的 這是傲慢 我不在乎 你要去哪裡 去懸崖邊上 再一點東西給他 這至少 等到書心血 那也無法為你正在做的事情贖罪啊 尼克讓我把這個帶給你 他說這東西叫做萬事如意 怎麼可能呢 好 所以我們大概跟我們三星級插車是一樣的 就是 利蛙不想 這邊是防止利蛙的心願 然後需要照顧安養 但是他的病 需要防止他的醫療費 但是 利蛙不想要 拿這個醫療費 治療自己 但是他也是可以得救的 把記憶碎片 OK 我可以跟他講話嗎 好像不行耶 沒辦法 好吧 我們進去吧 這樣才兩顆 這樣才兩顆 喔 車子一個 這個畫很白耶 是這個嗎 好 這邊沒東西了 黑黑的就是不能過去了 嗯 嗯 好,我們去找尤漢尼 還差兩顆 這集比較少一點,所以我們可以再往下一個連結 原來是綠色橄欖啊 這個有點難耶 看一下 啊 喔,有了 最佳三次喔 齁齁,那九次 欸,一記 看一下 又看你的最愛 好 喔 第二階段還沒過完 也就是說,你們這種島上大展試試了 嗯哼 是的 進到工程 將它進幾個年開始 至今有些緊張 我們只能分齊付款 不過 我們會超過這筆錢的 太棒了 我們所夢想的房子 竟然能建在這麼美的地方 多年以前 已經正式編一場那座燈塔那結了婚 不是嗎 他的特殊之處 還不止這些呢 我們以這個地方 可是遠遠已久 好了 在聚會上,我也來一些好消息 很不錯 喝了你們娘 乾杯 欸,乾杯 我出門透透氣 一會就回來 我也去 好 這個是 很明顯是 莉蛙還沒有發病的時候 好了 活氣 咱們真的好久別見 可不是嗎 先知道現在 穿過幾座城市 有多困難 那個莉蛙 還是這麼安靜 嗯 呃 其實他在家時 很劍坦的 和伊莎貝爾在一起 也一樣 我想 他只是還沒跟你混熟 蛤 就我在這 是個壞人吧 哼 啊,對了 你當時告訴莉蛙那件事的嗎 我告訴他了 他有什麼反應 他平靜的接受 絕大部分 但有一件事困擾著我 自從那例外之後 他就開始做這些怪異的子兔子 指...指責的褲子 沒錯 一大堆 哼 我也曾經給我女兒疊過 子兔子呢 這有什麼不對嗎 我可不認為那是一回事啊 他除了疊兔子以外 什麼事也不做 就只是那麼日復一日的疊著 毫不誇張地說 我們的房子 已欺騙他們佔滿了 難道伊莎貝爾 有沒有說這是莉蛙日常狀態的特點之一 什麼的嗎 他輸了 但這次 我總覺得 有些不對 當我向莉蛙問起這件事時 他從不回答 而且 他的眼神會變得很深邃 像要從我這裡窺盪信息一樣 而且奇怪的是 相對的 我總覺得自己好像欺了他什麼 你問過伊莎貝爾嗎 問過了 他說他和他談過這個 但卻毫無頭緒 好吧 我顯然不是一個好的諮詢對象 但我要告訴你的是 我從中學時都認識你了 而你總因為過度思考 而顯得神經質 你大概也只是在自己人憂天 平時別老胡思亂想 一般而言 一旦有那麼說 就陰昧著 有什麼事要出問題了 但這一次我相信你 你可能能是對的 很可能 我總是對的 約翰 為什麼聲音變得突然詭異起來 等等 也就是說其實他自己 也完全不知道那些兔子怎麼一回事 換掉那些無聊兔子吧 我們跟他打麻煩了 這是一段封閉的記憶 哪兒都沒有記憶碎片 不用擔心 或許我們從他身上搞到手 怎麼做 怎麼做 交給我吧 只要先給我一點時間 拜訪一下九寶 OK 算了 快點 我可不想被卡著 他怎麼知道我沒有記憶碎片 他看我欸 嘿嘿嘿 快點 好啦好啦 記什麼 嘿嘿嘿 你想哪裡是什麼 嘿 給我來自 比醃製感還好嗎 沒問題 現金還是信用卡 支票 呃 對不起 我們不收支票 喔 那都直接寄我的帳帳 欸等等 這不是意味著你沒錢嗎 你 馬上就要被重置了 嘿 你想拿些什麼 嘿嘿 給我來自 來一瓶醃製感啊 好嗎 沒問題 先進還是信用卡 直接借我帳上好了 我覺得今天肯定給花 大花一筆 喔 謝謝你 先生 這是你的醃製感 欸為什麼這樣就 就給我們啊 多謝 我謝 你今天會得到一筆 具有的小費的 是不是很感激 先生 你這是個白癡 你了 喔 放輕鬆點嘛 喔 這樣就有了是不是 有 你在想用鹽子橄欖嗎 啊是啊 莫非你也是橄欖的愛好著 嘖 獨角破壞 事實上 我剛剛才買了一瓶橄欖 建議我坐你邊上嗎 當然啊不建議 你為何不去搬上椅子呢 也許我們可以分享同一瓶橄欖 喔 就這麼辦嗎 這足以妙級了 有啊 快關閉味覺模擬 馬上 布尼爾 我覺得現在還挺好的 我絕對會讓你付出大家的 但喝醉吧 於是 我們就這樣獲得第一個麵包機 哈哈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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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呃 我 我只是在品味醃製卡蘭的奇特味的 他們會 美味級啦 對吧 呃 是的 我真的搞不明白 怎麼會有人 呃 覺得這東西 一定能助我 慢慢吃 我們還有兩瓶呢 嘖 呵呵呵 於是我說 欸 那要不對 然後他們全同意了 你們知道現金社會還存在哪些問題嗎 哇 這關好輕鬆喔 是的 是的 他就在我這 怎麼了 能讓我看看嗎 呃 好的 給你 還有 凍結這段記憶 OK 我們這集到這邊結束啦 那希望我們今天好歡迎來到我頻道左下方的圖片按個訂閱 也歡迎在左色小紅色框框按個訂閱 那你是手機的朋友呢 記得把旁邊的鈴鐺打開這樣子我更新的時候 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我更新的消息囉 那謝謝大家會喜歡這款去右球的遊戲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掰掰